诗人与艺术家的跨界合作 希望能够呈现同诗中的意境 诗是语言、听觉的艺术 画是造型、视觉的艺术 高雄儿媒馆的诗与艺手牵手 就是展览艺术家以诗为意境 解构文字表情 形成绘画、装置或数位艺术 为诗写下更丰富的见解 诗与艺手牵手的展览 其实是跟我们本馆典藏奇遇记 共同合作的展览 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邀请同诗 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共同合作 所以你就会出现说 诗人他自己写诗、画画 在我们这个地方展览 然后也有很不一样的 例如说我艺术家堂堂 他根据诗人、零四人的 下页数学题的创作的一件作品 然后变成是睡着的小房子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在这个展览里头 就是让小朋友能够去知道说 读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同时读诗里头你的想象中 就是你的脑袋想象中 一定有很多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 你怎么把那个画面变成是 用绘画的方式 用立体的方式 用装置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想教小朋友 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读诗是一件非常有趣 那同时我们在这里面选的诗 其实有时候是很短的诗 有时候是很长的诗 因为我们也发现 现在小朋友普遍比较缺乏耐心 所以我们希望很长的诗 但是我们在选诗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选希望能够贴近他们的生活 展览以同诗为路径 共策划四个单元 其中心心的泪珠 展出诗人的自写自画 诗诗也是画 则看诗人变魔术 体验图像诗的游戏魅力 同诗拥有纯粹的心灵 用想象的双眼回眸旧世界 再现新鲜惊奇 以诗济世 以意济情 欢迎大家一起探索 相容与对话下的艺术盛宴 法界新闻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 喔 1 2 感谢观看